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各位考上大学之后 你在选择科系的时候 你对于我们资讯这个学程 他日后在休息的课程当中 有哪一些科目你是会读到的 当然这是属于我们科系开的必修跟选修 如果说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你对本科系 除了要去修这个课程 你发现其他科系的课程 你也很喜欢的话可以没关系 大学他都有一些辅修 或是让你去修第二科系的一些机制 甚至你用旁听的方式都可以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不谈其他的 我们把重点放在整个资讯学程上面 各位在大学过程当中 你会读到哪些的科目 那这些科目未来我们利用 可以对我们达到最大的一个发挥的效果 那读完之后各位又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做规划 那么在选择科系的过程当中 各位对你来讲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呢他是因为人家说什么科系什么科系很好 他就去读了 没错他很热门 很热门代表就是你未来呢在就业在职场上 你可能呢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但是你呢面临的竞争也很大 反观如果呢你今天学的是比较冷门的 那你要担心的就是未来就业上 你可能呢工作职缺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的优势就是你的竞争者没有那么多 专业领域的人才 如果你这边在这个冷门的区域呢 你有自己独当一面的一个见解的话 那么你是非常非常吃香的 所以热门不热门这个都各有优缺点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兴趣 各位上大学之后你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去看你这个科系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如果呢你读了资讯学准之后你发现 哎呀实在是对这个提不起劲 那表示你可能呢对这一方面的兴致没有那么高 那这时候你可能要去往其他的科系去看看 去多接触看看 那么你要去看的话呢 你可以去藉由社团认识一些朋友 其他科系的朋友 那从他们口中了解到 谈一下他们上课的过程 或许呢你从他们聊的过程中发现 哎呦好像很有趣喔 像老师大学读资讯相关学程 但是呢我看到一门叫做公共行政系的 我就想说奇怪怎么有这种系名 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少大学有这样的系名 但是呢我跟他们聊天之后发现 哇他们读的东西我都好有兴趣 我好想转系转到公共行政 但是后来呢就打出这个念头 只不过那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除了资讯学程以外 我对其他的科系 我也是很有很高很高的这个兴趣 所以到后面呢各位我们会建议你 一定要去参加一个社团 这个社团呢可以增加你的视野 可以让你结识各路的人马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 官与资讯学程 他呢未来就读之后 你有哪些方向可以去发展 这个科目是很多的喔 好我们刚刚讲 刚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科目 但是呢等一下你们看到那些科目 如果你有些不喜欢的正常 因为有的实在是非常的深硬 你念起来呢会非常的痛苦 但是有一些科目是很有趣 非常非常有趣的 而且呢我跟各位讲 你只要从中抓到一项 你有兴趣的那就够了 知道吗 就像我们在听演讲一样 你演讲呢听下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只要听到一句话 哇那你就够本了 对你的帮助就太大太大了 因此呢从你所选读的科系里面 如果你发现你对这个大科系 你是有兴趣的 那么从里面的科目 我们呢找几项你真的念起来很有心得呢 往那边去发展 好 好了我们看 就我们的资讯学群 它里面的一些分类 好我们看资管 它在这几年呢是比较热门的 热门的好几年 为什么呢 因为呢传统上 我们都念死板板的很生意的 跟设备很相关的资讯工程 它是纯资讯的 所以呢它学的 关于资讯的东西就比较多 好那后来呢大家发现 哇你呢要全部把它消化吸收的人 不多 所以呢就变成 慢慢慢慢的会以资讯 一些基本的知识 跟操作为主 然后跨领域 所以各位在这边奉劝各位 你要去学取跨领域第二专场 知道吗好我举一个很有很有名的例子 信义房屋够大吧 全台湾最大的这个房仲业 这个创办人呢 他是某一间大学 那时候他读的大学呢是文化大学 他是法律系毕业的 你看法律系跳到房仲业 八杆子打不着 但是他为什么跳到那边呢 就是观察力 这也是要跟各位讲的 他观察到房仲业里面呢 对于法律有专业素养的人不多 所以呢他又想 如果我要在法律 这一个领域呢 跟人家去竞争的话 可能呢我的对手会很多 但是如果我法律的知识 应用在房地产上面 这个可能呢就是别人 房仲业者一般房仲业者呢 比较欠缺的 因此他就往这方面去发展 慢慢慢慢衍生出 他这样的一个房仲业的一个王国 所以呢我们要跟各位讲 资讯工程为主 把他这一项资讯领域 运用到其他不同的这些 我们的技能上面呢 你看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好第一个资讯管理 管理呢这边 我们知道在商学里面 在这个商科里面 气管是一个大系 人家呢都想要说 企业到底是怎么去运作 怎么去管理的 所以呢我们的资管 就把资讯工程 跟企业管理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资讯管理 也就是说 他除了学了资讯的一些 基本技能以外 他还把管理的能力呢 也纳进来了 那当然就排挤掉一些 那管理类的也会排挤到一些 来学资讯的 因此呢这里就学了资讯 加上管理这两项的一个能力 好所以呢这个 会热门就是这样子 气管跟资讯同时学到了 好那如果说你呢 觉得资讯上面呢 拿来当作传播上面 你要把它结合在 运用在传播上面 你就来学资讯传播 它是属于比较视觉性的 而且有科系 所以呢我这跟各位讲 你呢一定要知道 你到底的兴趣在哪边 你只要呢有某一个 很专注很特有的一个特性出来的话呢 你要发展都很好发展 那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要读什么 你就呢多多到其他的科系去旁听看看 但是我们现在呢大概就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一些科系 它到底会有哪一些的科目 要各位去学习 好图书资讯 顾名思义 就是把图书馆 这边的一个管理的技能呢 利用资讯系统把它建构起来 好所以这个是关于图书跟资讯上面 所以这个都是 两个不同的能力把它结合起来的 好另外 不管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也好 它都会去介入到一个叫做 数位学习或电子商务 因为现在呢 这就是资讯的一个主流 好数位学习 就像各位现在这样子 数位学习 好电子商务 就是利用我们的网路工具 利用我们的电脑 来做一些交易 各位 这一个市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你有可能有一天 你发现你的订单 不再来自于我们台湾 可能是来自于大陆 来自于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都是很有可能的 这就是电子商务的一个魅力 所以如果你对于买卖 对于交易 做这生意 你是很有兴趣的 网路拍卖 你是很有兴趣的 那你就选资讯相关学程就对了 比如说资讯管理 可以教你资讯的技术 又可以教你怎么去管理 你自己的公司 你的企业体 好 那这个呢 比较往这种把一些我们所制作出来的一些影片啊 声音啊之类的 把它做一个后视作 再传播 让我们的观众呢 看起来呢 有很棒的视觉效果 好这次呢 我们在分类上 这个各个不同 从学科学系他们呢 的一个特性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学群 好这个我们所 针对的资讯学群呢 它就是强调在哪边呢 在资讯上面的一些基本的理论 还有一些实物的技术 但是坦白讲 你要学到实物呢 你还是要出社会 大部分就是先把我们的理论呢 先把它搞熟 搞熟之后呢 你以后在这个理论的基础底下 你到外面的公司去上班的时候 我会真正有实物经验的时候 你会发现以前所学的 欸就用得上用场了 虽然不会完全一样 但是 它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基础 你上手呢会非常非常快 好这跟一个 其他科系的 来接这个食物的 哇那个养成时间就差很多 好再来 好第二个 我们这边呢 可以学到的东西是什么 好第一个 程式设计 还有呢 我们的软体跟硬体的结构 那软体呢就是程式设计 那硬体呢 就是我们的电脑 摸得到的电脑 那电脑的组成架构是什么样 这在我们的器材里面 都有大概介绍过 好如果你发现 你对程式设计 你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 先不要打退堂鼓 好 说不定 你呢 以后工作上面 跟程式设计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但是你仍然可以在资讯里 活得很好 可不可能 可能啊 来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好 我是一个台大资讯的朋友 台大资讯很厉害吧 但是你知道吗 他有一天跟我讲说 他呢 完完全全都不会程式设计 知道吗 已经毕业了喔 台大资讯已经毕业了 他跟我说 他不会写程式 一样毕业了 而且呢 他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跟资讯跟电脑息息相关 他做什么呢 他做一个抹游戏 我不要把他名字讲出来 抹游戏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一个总负责任 也就是所有的策划 都是由他发号施定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拥有规划的头脑 但是呢 他不会写程式 那没关系嘛 要写程式的人还不简单 你只要有个方向 然后呢 去找会写程式的人来就好了 你知道吗 会写程式的人一堆 所以你要这边要知道的是 你即使不会写程式 但是你要看得懂程式在做什么 你要知道程式可以帮我们做什么 这样就好了 不会写 没关系啦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 因此呢 如果你一到程式设计这边 你发现 你没有兴趣 那你就自己要有一个底了 你这时候呢 把重点放在其他地方 好 比如说你可以往管理上面 策略上面去发展 但是这个呢 你大概懂一下就好了 你不用很会写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刚刚我们讲的是不会写的嘛 好 另外一个可以 老师的办上有一个非常非常会写的 哪一位呢 很多人都认识他 就是中华网友的总经理 好 陈大总经理 他呢是我们的同学 他那时候在学校 哇 城市设计写得下下教啊 所以他那时候就知道了 一定要往 城市设计上去发展 而且呢 到最后 你知道吗 他最棒的一个地方 他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带动了 线上游戏的风潮 你知道吗 在我们那个年代 大家游戏都是单机版的 但是从单机一直跳到 我们现在大家用的网路游戏 这个概念 概念哦 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的那个老板 王俊博 他也不会 做这个 他也没有 城市设计的概念 他也不懂电脑 所以呢 就一个 会 开疆密图的 一个 会写城市的 两个一搭一唱配合起来 你看照就现在 我们线上游戏的玩过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呢 你会不会都没有关系 重点你一定要抓住一个点 你从那个点去发挥 你知道吗 好 所以说会什么 跟不会什么 其实要看你自己 我刚刚讲 兴趣是你自己去找出来的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如果你連你自己要知道什么 都不知道的话 那谁能够帮你 是不是 好所以呢 在等下学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有一些科目 你是很在行的 你就要马上知道了 你呢 对那一个领域 你绝对有比其他的同学 更高的敏感度 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一定要找一项出来 如果都没有 都没有再说啦 那么多 要找不到一颗 也是很难 好 再来呢 网站的架设 还有资讯 安全的保密 我们讲网站的架设好了 你知道吗 现在呢 不管是大公司 小公司 甚至没有成立好好的公司呢 都需要去做网站的架设 做网页的设计 所以呢 如果说你发现你对网页设计 你是很有概念的 那你就往网页设计去发展 你会发现 那个我们的客户呢 到处都是 每天都有远远不断 新的公司出来 那个都是我们潜在的客户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你只要汇一个点 汇一个点 你就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空间 这就是资讯学程它最棒的地方 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一项东西 可以跟电脑脱离关系的 是不是 所以不要想要通吃 你是做不好的 你只要在一个点上面去发展 就OK了 好 像我们一个 在求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 一个教授 非常非常有名的教授 张真诚教授 他在密码学呢 资讯密码学上面 就是我们台湾 数一数二第一把交椅 国际上也是第一把交椅 好 所以它就是在资讯上面 资讯安全上面呢 去作为它发挥的一个点 好 好 再来资讯系统统整 这跟系统这边有关系的 好 所以如果你对于系统概念的规划 你是很有概念的 你就会往这方面去发展 所以我们进来之后 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不用怕 没有东西可以学 好 但是我还是讲过那句话 你还是要以一个 你自己有兴趣的 下去做发挥 好 再来我们看 你可以学习到 跟电脑相关的 这个软硬体的一个结构 还有作业系统的原理 那这个是属于 比较属于研发的 当然有很多人对于实物 很有兴趣 有些人对于研发 很有兴趣 就看各位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喜好 好 如果说 我们学习这边的话呢 可以了解到什么呢 程式怎么去设计 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呢 程式设计就是那么简单 你只要把你要的东西呢 藉由演算法 我们处理的步骤 用手写写下来之后呢 再配合程式电脑语言里面 它的文法把它呢 我们的这些 刚刚所写下来的步骤 把它转换成电脑语言就好了 所以这个没有那么难 只要呢 你在这边 用一些心力去学习 你就会发现 原来呢 我们在做程式设计上面呢 是这么好玩的一件事情 好 那有了这些的基础之后呢 日后我们呢 程式写完之后 如果发现有地方发生错误了 或是要去维护 要去修正的话 都会比较快速 因为你看得懂 你知道它在做什么 所以这些基础 就是到最后 我们程式设计上面呢 我们都会可以用得到的 好 再我们看有哪些学科 可以让我们去学习 比如说资讯工程 还有资讯科学 那基本上呢 学的科目都差不多啦 就看你科技怎么去定义 好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关于资讯的 好 关于呢 我们的这个数学 数学为 科学之母 所以呢 数学绝对跑不掉 好 还有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好 另外呢 我们辅助电脑硬体 软体 还有资讯系统一些元件 好 他们的设备的设计跟开发都会 好 所以这边呢 是关于我们的系统 系统包括软体 还有硬体 好 另外资讯系统操作分析测试 维护管理这些都会用到 但是呢 基本上这个呢 可能有些学校会列为选修 如果你不是那么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能就不用去修了 有兴趣你再去修 好 那基本上我们学这个东西 就是要知道 我们一个电脑设计起来之后 它必须要有哪些圆圈 互相去搭配 互相去组合 我这个系统把全部 这些单元组合起来之后 才能够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 这个呢就好像 这个系统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团队 你把它想成对应到我们人类 我们这样子在实际运作上面 这样子一个转换你就知道了 把系统 比喻做团队 这一件工作需要哪些人负责 为什么给他负责呢 因为他具有处理某一个事情的能力嘛 那那个人负责什么事情 这个人负责什么事情 那就很简单嘛 你只要把这个人要做的事情呢 把它转换成我们系统里面的一个单元 一个模组这样就好了 好 好 再来资讯管理 好我们看 资讯管理呢就在资讯 还有我们管理上面呢 去要做一些学习 然后让我们的企业 能够去辅助我们的资讯科技 有些人呢他会资讯 但是没有管理的概念 有些人会管理的概念 但是呢不会资讯 所以呢变成两个会有落差 因此为了减少这一些的落差 才有所谓的资讯管理的人才出现 好所以呢这边就是 着重在我们的资讯科技 还有我们的管理科技上面呢 去做一个整合 好可能是实际的系统整合 可能是概念的整合 因为呢你有管理的概念 有资讯的概念 你想出来的方向 想出来的策略方案 比较能够跟现实 或是跟实际 运作上能够比较吻合 好所以呢这边 你可以这样想 如果你对于电脑真的是很有兴趣 你就往这方面去发展 如果你发现 你只是想要有个概念 但是你对管理上比较有兴趣的 但是你又不要全部都是管理 只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再来资讯传播 好传播呢我们说过了 它主要针对于整个 视觉上的效果 就是媒体上的一个运用 所以呢它主要要做什么 具有什么东西呢 科技素养的媒体人 好因为呢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画面 基本上跟电脑都逃离不了关系 所以呢怎么样 让我们的这个资讯科技 应用到媒体上面呢 这是资讯传播 这个科技呢 它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好所以呢它可以把它 所用到的一些知识呢 应用在我们的媒体内容里面 好知识 我们把我们的知识 用在我们的媒体内容的设计 还有呢生产后制作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 资讯传播里面所要学的 那当然我们一般 即使你不是这个科技毕业的 你也可以用过一些 透过一些很简单的 美工软体 或是一些影片制作的软体 来做一些初步 比较简单的一些媒体的制作 但是这个科技里面 它当然做的会更加的专业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很有兴趣 你就往那个领域去发展去学习 这样以后你要接轨呢会比较快 好图书资讯呢就是透过 资讯系统的辅助呢 从事什么东西 跟书籍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的出版品 那比如说呢我们在国家 这里比如说故宫好了 它呢一直在推一个就是数位点长 好字典的点 然后长是多米长的长 数位点长 好这个呢都是需要利用 资讯科技来制作的 好所以呢跟出版跟书籍有关系的 可以藉由图书资讯来制作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说管理的能力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有啊怎么会没有关系 好比如说图书资讯 是不是也需要一些管理 但是呢资管的人 基本上他可能他的事业 就是跟出版品有关系 可能学资管的人呢 他的事业体 他未来的工作环境 就是呢跟媒体有关系 所以基本上都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呢各位如果进入到 资讯相关学期呢 我建议各位 好 你们去做什么 做跨领域 比如说传播方面的 也学个三学分 好 图书方面的 有学一下下 这样你才能够大概知道 他在做什么东西 你比较有个概念 这样对各位来讲 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说 学校开了一些选修科目 你觉得你对那个很有兴趣 你也去多多学习 好各位 上大学之后 各位一定会因为之前被累积的那一些压力 压得闯不过去 上大学之后呢 想要一次把它爆发出来 爆发出来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玩嘛 也不是花天酒地啦 就是玩 尽情地放松自己 但是 似可而止 如果你要玩四年的话 那你倒不如去工作好了 来赌业肩部 玩 也是要玩啦 但是你该有的素养 该有的学习精神 自己控制一下 不然呢 读的 花的都是父母的辛苦钱 好我们看核心课程 你会修习哪些 看了之后 你大概知道说 原来呢 我进去之后呢 我要读这些东西 比如说资讯工程跟资讯科学 你要读什么 这是数学相关的 如果数学如果不好的话呢 你要读这个 你就要考虑一下了 好 那幸好呢 老师数学很好 这些 老师考都是全班最高的 好 所以呢 我就知道 我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这个呢 就难不倒我 好再来 这是跟我们的程式 我们的这个 整个 程式设计上面 比较相关的 好 那这就是一些 大概的跟电脑相关的 一些系统 好 那这普通物理 这个是在一年级 会修的 大概修一下而已 这个可能 不是很大的 分量很够的 不要说分量不是很够 就是说一些 你必须要修 但是可能各位在应用上呢 用的机会不是那么多 好 资管呢 跟资讯工程 资讯科学呢 差不多 但是呢 我们看喔 他学的东西 会有一些重叠 不过呢 他会抓了一些 跟管理方面 有关系的科目进来 好 你看管理方面 好 这都是管理的 那这个呢 就是跟我们的资讯 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看 纯资讯 资讯跟管理各一半 所以从这些呢 各位就可以看一下名称 看你呢 觉得哪一些东西 可以引起你的兴趣 好 资讯传播呢 那我们看 上面是属于传播学呢 跟传播有关系的 好 跟摄影有关系的 好 还有跟智慧财产权有关系 好 各位 只要跟图有关系 好 这个图呢 包括可能是人家的肖像 或是呢 各位 好 我们讲的图片 跟图片 或是影片有相关的 好 这个呢 都是有智慧财产权权 你不能够随便 给人家去复制 给人家去传播 分享喔 这有时候 你可能会去侵犯到 人家的智慧财产权权 所以各位 如果你对照相 对影片拍摄 你是很有兴趣的 你就可以往中央去发展 谁说 这种东西 一定要是大人物 大导演 参观拍出好作品 没有喔 你看魏德胜 辛苦了那么久 一泡而红 是不是 好 因此呢 只要你有梦想 你都可以往你所要的方向去努力 好 这个呢 就是跟我们的资讯有相关的 这两个 所以你看都是一半一半 另外图书资讯 好 还是呢 以什么东西 以我们呢 所会的 所交的这些资讯 有关系的课程 然后这资讯有关系的 然后你看数位典藏 好 又来了 好 我们的传播理论 你看传播理论 传播理论 这些 好当然 不是只有这些啦 还有一些必修选修 只是我们抓出个大概 让各位知道一下 这些人你要学的是哪一方面 好 那当然 基本上 不管你修哪一个学群 哪一个科系 你只要学得好 都是人才 行行都可以出状元 你不要说 哎哟一定要做什么 比较好 未来比较好 没有那一回事 完完全全是靠你自己 如果那么好的话 那大家去读那个就好了啊 有没有哪一个是没有失业的 有没有哪一个事业 哪一个工作 是没有哪一个科系 是没有好人才的 都有嘛 所以呢 不一定要读哪个科系 重点是 你要有兴趣 你没有兴趣呢 你读起来就很痛苦 你就没有那种活力 去钻研这一项领域的知识 好我们看一下能力特质 好在这边我们有四项能力 好各位看一下 阅读的能力 计算的能力 好科学能力 还有我们抽象的一个推理 好那这个呢 我们看这些东西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于哪些东西呢 来我们的资讯科具 专业的一些智能的学习 还有系统的整合跟管理 另外沟通协调能力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个东西呢 叫做专案经理人 他的工作呢 就是去负责协调不同部门之间 工作总去分配 这个能力呢就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喔 如果你对资讯方面的能力 你是不熟悉的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它这个基本的知识 大概学一下就好了 你可以考个六七十分 不用考太高 但是你必须要整合的能力 好各位喔 你从里面你呢 从这边找出 对自己比较你觉得 你比较具有优势的地方 从这些你去往你这个领域去发展 对于四年下来各位 你一定会有一个核心的知识 然后呢 再一些通事 一些基本的智能把它包起来 这样子你这个四年下来呢 你就是一个很棒 很合格 很优秀的一个大学生 好 大学毕业 这是核心知识 这个是你的常识 大学毕业之后呢 其实建议各位 你们就进入职场了 好 进入职场之后 你要那时候想要读研究所 你再去读 你想要读博士班 你再去读 我跟各位说 好 现实生活还是最重要的 除非家里不需要你赚钱 而且你也很 有很浓厚的研究升学的一个兴趣 不然呢 然后实在是建议 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进入职场 为什么 因为你进入职场之后 你才知道说原来 你欠缺的是哪一块 你有兴趣的是哪一块 你呢 把哪一块补上来之后呢 对你日后的发展 创业也好 在公司上面的升迁也好 是比较有帮助的 知道吗 毕业之后 先跳出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即使你未来 你发现 进入职场之后 你发现 以前学的东西 你并没有学好 也找不到喜欢的 但是 你进入职场 你所学的绝对 绝对有用得到的地方 多或少而已 这时候呢 如果你还想升学 你就去看喔 你是要补哪一块 把你所需要的那一块 把它补起来 这样子的学习 才是有效果的 不是为了 你要读研究所 你为了要拿到博士 就是为了那个文凭 有用吗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 家里呢 全力攻击你 那没话讲 但是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老师还是建议各位 大学毕业就可以出来了 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才能够知道说 你未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好 再来独立思考 分析判断 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 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呢 才是各位呢 未来要去培养的 好 比如说在学校的 这个学科的这种学习 或者进入社团之后呢 跟人跟人真的互动 一个动物下来 你要怎么去处理 或者日后 各位呢 在大学谈个小恋爱 如果呢 发现你不喜欢他 他我不喜欢你 这时候呢 你遇到危机 你要怎么处理 是不是 这个无时无刻 都是一些学习 那各位 你也不要觉得说 你学这个 是没有用的 哎呀 各位记住一句话 没有用不到的精力 没有用不到的学习 你只要有学习 你只要经历过了 对你日后 未来的某一天 你就会发现 幸好 之前我有那个经验 所以呢 现在我处理事情呢 哎呀 非常的得心应手 你知道怎么样 一步一步把事情解决掉 好 再来呢 可以让我们有 对社会有社会责任 当然有些人 他只想赚钱 那就没办法了 还有我们呢 一些工作的伦理 或是家庭的伦理 就是做人的最基本 最基本 一定要有的 好 国际观 适应全球化 这个呢 有时候呢 就要跟你的工作环境 工作地点比较有关系 有些呢 工作就是比较local型的 就是比较封闭的 那可能呢 这方面就比较没有 如果说你觉得 哎呀你向往国际观 你向往全球化 这样的一个视野 那么呢 你在选择工作的过程当中 这个呢 你就要把它列入考虑 什么样的公司呢 对于你修了这个学门之后呢 那么你要跳往那一家大公司 你是比较有机会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一项有兴趣 你就去选 你觉得 哇哪一家公司 你觉得很好很棒 那你就要去了解了 这一家公司 他在聘请人员的过程当中 哪一类的族群 他聘请了哪些人 你觉得他们所开出来的这一些 所要的人才 他们的养成是必须要有 什么样的一个智能 那你就去选择 那一项的一个科技来选读 好毕业初入呢 来我们看有很多种 这是关于呢 资讯工程 还有资讯科学 那大部分喔 资讯工程资讯科学 这边呢 就会跳到科学园区 好园区呢 是 不一定是科学园区 有很多地方 反正这是园区 好 科学园区 科技园区 好这边 这是很大宗的一个去处 好那当然呢 有些人呢 他呢会跳到一些 比较 呃 算是区域型的公司 都有可能 好或者呢 你呢 最后呢去做一个学者 好去做一个教育人员 都有可能 好那当然 有很多小公司 都会用到 好我们这一些人员 但是呢 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修后组 去接个案子 比如说 你会写个APP 手机的APP 如果你很会写 你就去在家里 专门接这个案子就好了 好或者呢 你很会设计网页 你就呢 就在帮人家 设计网站就好了 在家里 隧道宝 隧道自然醒 然后呢 只要你工作 可以在我们这个 交代的时间之前完成 这样就好了 所以呢 你有了这项技能之后呢 其中一个都可以 你呢 其实有一项技能 你都不用怕 未来呢 没有收入 好我们资管人员呢 其实跟刚刚那个 也都差不多 这两个资管跟资工 都是差不多 好 只不过呢 你呢 人家觉得说 你可能多了一个管理的能力 可能到最后 坦白讲 各位 你们上大学之后 这种管理的能力 各位还是要去学一下 因为到最后 我们呢 不可能 写程式写一辈子 不可能 你一定要跳到管理阶层 用你的头脑 来去破坏一些事情 来指挥你底下人员做事情 所以呢 这个管理能力呢 各位要有 而且呢 还有喔 管理人才 你一定要会的一个运动 哪一种运动呢 高尔夫 所以有空有机会呢 去打个高尔夫 知道吗 高尔夫练习球 练习场喔 打一打 这个是一种很棒的一个 社交的 一个环境 一种运动 好资讯传播呢 来 教育者 每个领域呢 都需要教育者 好再来我们看 关于动画的设计 好 3D的设计 好 还有呢 我们的影片的一个制作 这些都是好 那还有 当然关于资讯相关人员 你也可以去做 好 图书资讯 就是呢 跟图书馆有关系的 跟资料管理有关系的 还有跟资讯有关系的 当然 我们刚刚讲的数位典藏 就是对于把我们的一些 比较具有 保藏价值 收藏价值的东西呢 把它数位化 比如说清明上合图 各位 清明上合图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幅图 但是呢 他在这一个上面呢 我们的故宫 对他做文章 做什么文章呢 让他动起来了 这个动起来了 就是这两个人员的一个工作了 好 所以他就是一个 在活化 在运用 好 那数位典藏有一个好处 就是万一 万一 比如说真品不见了 破掉了 或是烧掉了 被偷掉了 不见了 这时候我们还有数位党 把它存起来 可以永久的传给我们后代的人去观赏 好 所以数位典藏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 好 当然 各位不管你读哪一个科系 到最后呢 都可以到哪一个东西呢 到我们的国家办的公子考试 去考我们的高考跟普考 如果各位你需要 你想要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那我跟各位讲 你们要早早就准备了 你要从大一 就开始准备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那么好考 那么如果说你要从大三大四 再准备也可以啦 只不过你如果大一大二 有比较认真一点的话呢 你大三大四 哇在全力充斥的话 你就会比较简单比较容易 像老师有一个同学 他非常非常的认真 大一进去之后呢 他就是很认真的去修每一个课程 每个课程的笔记都做得很漂亮 结果大师那一年 他毕业之后他去考试 去参加高考 结果呢 他以全国第三名的 这样的一个成绩进入总统府 总统府你看他所认识的人有多少 不要说他是高考 当任重要的一个职位 他就在总统府里面扫厕所 他可以认识很多人 他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 所以你看地点 工作地点对我们影响有多么大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 你呢这时候就要好好准备 万一你很认真准备 大四还是没有考上没关系 那就是注定你要慢一年慢两年 那我们呢就来到行动补习王 再给他好好的去补一下 再好好的给他复习读一下 我相信这一点你应该可以用 很好很好的成绩去考上 我们的这个高普考 好那我们高普考呢 在资讯学典上面呢 我们可以考的类科有很多啦 不是只有这一种 所以说如果你要考高普考 请各位尽早就要准备了 好除了这时候呢 去为学校的考试准备以外 大三大四有的呢考不考之后呢 顺便考研究所 好或者呢在这个技能当中呢 有的去考一些专业技能 或是一些证照 这对各位来讲 在职场上都是有很棒很棒的 一个加分的一个效果 好那我们国家的证照 有非常非常多种 好不怕你考只怕你不考 好当然如果在学校 就可以把它考起来的话呢 学校就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好尤其呢越国际性的 那各位对你未来的发展呢 就越有益 越国际化对你来讲 你呢这一张证照加分的效果 加钱的效果呢更棒 好你被录取啦 或是薪水上面都很好谈 好接下来如果各位进入到资讯学程呢 你就是我们的学弟妹了 好这时候呢我们还跟各位讲 不管你考的好不好 你的学校是哪一所 其实都不重要你知道吗 有台大的人 但是呢他日后的发展并不顺遂 但是呢有很后半段的人 你知道他毕业之后呢 他很努力的往自己所要的方向去走 好像老师一个学生 他呢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 并不是很理想喔 但是你知道吗 他现在在我们台湾的行销界 是一等一的高手 知道吗 那些台大清大交大的学生呢 都比不上他 所以有没有成就是靠自己啦 你的学历只是在你求学的过程 在你未来回忆自己的时候呢 讲出来的时候比较好听而已 事实上对你在社会上 整个竞争上呢 是不是有很够力的一个效果 我相信有 但是最大最大的部分 还是要靠你自己 好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哎呦好像成绩比较会读书的人 极到好的人 他会读书 他的未来的出路一定比较好 不一定 还是要看你自己去观察 自己整个社会的脉斗 看你自己未来要走哪一个方向 往那一个方向去钻研去发展 好所以我们说要做自己学习的主人 你一定要往某一个领域专精去发展 宁愿深也不要广 当然深又广那最好 好所以呢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往某一个领域 很深入的去发展 那么我相信能够跟你竞争人就不多了 好比如说有些人很会打棒球 就会打棒球 有些人很会打篮球 就会打篮球 那如果说这边你很会写程式 很会设计图片 很会拍影片 你就往哪一个领域去发展 好那我们看 在这边呢我们希望各位 不要去忘记了 就是你进入大学之后 当然你学业一定要顾好 你不要读一年之后呢 就拜拜就被人家赶出去了 那后面呢你就先去当兵了 学业一定要 社团要去参加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认识很多的人 当然免不了的 要谈个小恋爱 才像是读大学嘛 不然读大学做什么 就是为了谈恋爱嘛 是不是 终极目的 所以呢本来是为了 读书上大学 但是呢上个大学才知道 是为了恋爱去学的 好 谈完之后呢 嗯 觉得可能要换个口味了 赶快去参加社团 认识更多的男朋友女朋友 认识完之后再挑一个 再试看看 所以呢可能到最后呢 就一直在那边打转 然后这个呢还忘记了 忘记呢可能就要重考了 重考又跳到另外一张大学去读 但是呢 不是那么好啦 所以呢最基本的 你还是要顾好 没有说一定要读很好 但是呢这一些 都是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喔 所以呢 来看一下 我们的学业呢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投入时间研究 但是讲归讲来 做到的根本没几个 一个班里面 认证读书的 有十分之一就很厉害了 好那我说为什么要去参加社团呢 因为你可以认识很多的人 那么你可能呢 这个社团会赋予你一些任务 一些工作 你可以呢去跟人家合作 你那时候就可以学习到 怎么样把一件事情呢 藉由大家的力量把它做好 好这个经验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日后各位在求职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跟公司讲 我呢 在大学的时候 跟人家一起合作 完成了哪些哪些事情 哎呦 人家最喜欢这一种 好 好再来你呢 在社团里面可以介绍 来自各个科系的同学 那这些科系就是代表 不同的科系 就代表以后发展不同的领域 那日后呢 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有这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的话呢 哎我们做起事来 会很方便很方便喔 好可能大家 我们呢 所认识的人呢 会成为日后 各位在工作上 生活上 或是呢 我们的感情生活上 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贵人也不一定 或许你也是人家的贵人 好最后 好大家 要注意的 即使前面你都听不懂 最后这个你一定要懂 好就是我们的爱情学分 没有修爱情学分 啊你的大学呢 三分之一没有完成 好所以呢我们看 大学的话 我们要把我们年轻的岁月呢 好好的挥洒一些色彩 让你呢 在未来呢 在回忆大学生活的时候呢 哇 好美好的一段 好所以呢 这个恋爱呢 一定要去谈个小恋爱 当然 小心耶 坏了很多喔 男生很坏喔 坏时了 当然女生也有坏的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呢 讲归讲了 严肃一点 就是呢 男生女生互相有爱意 这是很正常的 也不用不好意思 那么这时候呢 怎么去跟人家相处 才是一门学问 因为你可能觉得 哎第一眼感觉 嗯很不错 在一起的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呢 发现并不是那么OK 这时候呢 哎怎么退场 这个就是一门学问 知道吗 千万记住一句话 男生你要记住 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不爱你 没关系 未来外面的世界 还有很多很多 很适合你的女生 在等着你 不需要 为了他不理你 你就做出一些 很激烈的行动 这是非常非常不治的 做这些行为的人呢 就是 你根本就没有接触到 外面的世界 有多么的辽阔 你喜欢他之后 你会发现 哎呦那个也不错 那个也不错 那个也不错 你知道吗 有时候都后悔太早交了 女生也一样 下一个男人会更好 如果他不理你 没关系嘛 换个口味而已嘛 是不是 你不要他不要 你也不用在那边闹 在那边哭 哎呀那都是很笨的行为 你要知道说 哇原来呢 他不要跟我在一起 我要谢谢他 因为呢 外面有更好的人 在等着我 知道吗 所以上大学 各位呢可以接触到 很多很多的事物 那这些事物呢 对于各位来讲都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经验 所以呢 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科系去就读 有兴趣的科系去就读 如果不知道的话呢 那没关系 反正先继续读嘛 学者你觉得第一眼看起来很OK的 你就读 读看看之后 好再来 我们要跨领域的跟其他科系的人交往 好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找到一个爱情的小苗跑出来了 这时候呢 爱情滋长的时候 可能会谈个小恋爱 好这三个学分 如果你各位都可以处理得很好的话呢 你这个大学的四年 甚至五年六年 你就是一个很成功 很成功的大学生 好希望呢各位 未来都有非常好的前途跟发展 好谢谢大家 敬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다�在这一条 小营 你 这么多了 闭